诸佛菩萨视线给我们看了 我们看不到了 为什么 不知道经教 就不晓得表发的意思 我们看到佛像 看到菩萨像 看到罗汉像 看到圣人像 不懂得它表发的意思 如果你真正了解 你看到它 如同看到真人一样 其感应道教的作用 我们会忏悔 会改过 会自信 这个供养佛像的功德 无量无边 不是迷信 不是把它当神明 来看待 它是来提醒我的 是来教诲我的 有这个作用在里头 没有看到它 没有人提醒 我们会 毛病习气 会出来 有人提醒 马上就能改过 就能回头 所以 供养佛菩萨形象 功德无量 是这个意思 那么造大佛像 当然功德更大 那么今天 造大佛像 有没有功德 很难说 为什么 没有人知道佛像 代表什么 所以 讲经教学 有用处啊 大家都明白了 看到佛像 表发的时候 神奇功德 所以 不知道佛像 代表什么 因为我建个大佛像 可以保佑这个地方 它这 你懂得 它真保佑 你不懂得 它不能保佑 它提醒你 你觉悟了 你真能改过自信 不说 静随心转嘛 我心变好了 外头环境 就都好了 这就保佑了 道理在此地 不是迷信啊 你建造佛像 心里没有改变 还是自私自信 还是损人力气 还是贪嗔痴慢 这个地方 该遭难 还得要遭难 没有其别忘 啊 该什么 多少真大佛 都没用处 必须真正 明白了 不是迷信 真能其作用 这个道理啊 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懂得